辽斋志义 蒲松林 王石 山东高院县有个叫王石的百姓 一次从薄兴县被炎回家 晚上在路上 两个人把他给抓住了 王石以为他们是当地炎商雇用的巡逻族子 丢下炎就想逃走 然而 由于太紧张了 根本动不了 就被绑了起来 他哀求两人放了他 两人说 我们不是炎市上的人 是鬼族 王石很害怕 求他们给点时间 让他可以回一趟家 向妻子儿女告别 两人不同意 说 这次去也不见得马上就死 只是暂时在那里进行劳动而已 王石问道 做什么事情 两人回答说 阴间新炎王上任 看见地狱中的奈何被淤泥堵满了 十八域的茅册也堵满了 所以 要捉小偷 私自住钱币的 贩卖私盐的这三类人去疏通河道 另外 让越户的越记去洗厕所 王石跟着他们前去 进了城郭 来到一座官府 只见阎罗王坐在上面 正在一个个的翻阅和检查花名册 小鬼禀告说 抓到一个私盐贩子王石 阎罗王下一看 非常生气 说道 那些贩卖私盐的人 对上偷漏国税 对下残害百姓 人世间凶暴的官吏 奸诈的商人 指责为是私盐贩子的 其实都是天下的良民 这些穷苦人拿出一点点本钱 求取赖以虎口的威力 如何能称之为私盐贩子呢 说完 就罚两鬼背上四斗盐 加上王石原来背的 替他送去给他的妻子儿女 阎罗留下王石 授予他一把带刺的长棍 让他和众鬼移到去监督河宫 鬼领着王石出去 来到奈河边 只见河里的民夫 人群不断 如用绳索连接在一起 再看那河水浑浊赤红 气味十分难闻 陶河的人都赤身露体 拿着竹筐和铁锹 在河水中进进出出 把腐朽的尸骨装满筐再排出来 水深的地方就钻到水里去挖 看到有人偷懒 就用带刺的长棍捅一捅他们的后背大腿 和王石同时兼弓的鬼 给他一粒豆大的香棉丸 让他含在嘴里 才带着他一起走到岸边 王石发现一个高院的岩商也在挖河 王石只对他十分严格 下河就打他的后背 上岸就敲他的大腿 岩商害怕了 常常把身子沉到水里去 王石才没有继续打他 三天三夜过去了 八河的民夫死了一半 工程也结束了 前面的两个鬼仍旧送他回家 他猛地醒了过来 原来 王石没有把岩背回家去 天亮了 他的妻子打开门一看 只见两袋盐放在院子里 但过了好久 王石也没到 请人到处去找 发现他死在了途中 大家一起抬他回了家 还有一点气息 妻子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等王石醒过来以后 才对妻子一五一十地说了 那岩商也是前天死后 现在又重新活了过来 被王石用带刺长棍打过的地方 都长成巨大的毒疮 浑身腹臭 溃烂 臭得让人无法靠近 王石故意去看他 那岩商看见王石 习惯性地把头藏进了被子 和在奈何里的情形一样 一年后 他才痊愈 从此不再做岩商了